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好一国两制呼吁英国企业和人才来香港发展 真是人不笑 狗都吠 难怪隔离那两个笑得这么开心 是不是 你看得到的 一国两制基于的就是中英联合声明 今时今日你和英国佬说中英联合声明是个时的历史文件 跟着还有一重意义的就是什么 就是不关你英国佬事 为什么不关你事啊 因为签完就算的了嘛 这个是我们外交部 我们中国政府的取态 的果陈无波走来 喂 我们讲好一国两制 当日一国两制虽然没有我们香港人份 但是实实在在就是英国人和共产党他们签署的 结果你一样都没有做到 跟着你来我那里招商 跟着你说抢人才 哎 旁边那两个人笑狗都吠 真是 很简单一件事而已嘛 即是做什么呢 做生意也好 国际间也好 最重要的就是承诺 就是信用 当一份放在全世界联合国的一个文件上 你都可以不承认 甚至它里面写的条文你都放弃了 很简单的 即是等于我们的终审法院 英国大律师都不来的 你正在走的普通法 结果你现在告诉我们 国安法凌鸽普通法 你告诉我们有一国两制 就是你尊重的就是香港的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人生自由 这些自由不单止 重要的就是0708双普选 这个是一个庄严的承诺 今时今日爱国者治港 大家有目共睹 爱国者治港 港人治港 没了 跟着完善选举制度 什么 0708双普选 我们香港人最终达致普选 结果现在连区议会都不用来选 以前仲口面皮说 哎呀 循序漸进 现在循序漸进 你看到有没有人说 你看到有没有人再说 就是说 我们会达致普选 没有 那你就明白了 而更重要的 还有一个叫做黎智英 黎智英是英国人 他拿着英国护照 但是我们香港告诉你 首先他是香港人 他首先就是中国香港人 你们这套这样的逻辑 现在英国 怎样接受得到 而更重要的 就是你定性了英国就是什么 英国人就是外国势力 勾结外国势力 也都庇护了很多香港的政治犯 甚至反中乱港港独人士 你们定性了出来的了 甚至你英国 住英国的大使当日 在领事馆门口 拖一个香港人进去暴打 结果别人提出检控的时候 你们漏夜那样飞回中国 逃避了一个叫做什么 刑事责任 还口出狂言说这些人抵打 漠视的就是英国的法律 今时今日 陈茂波去读 以我们香港有一国两制 欢迎你们的基资金 你们的人才来 其实很简单的 JPEX造假就要拉要锁 自己不停在那里讲 什么叫做最大的骗案 这个就真真正正最大的骗案 连联合国 连美国都骗了 中英联合声明 一国两制 我听到都很开心 真是英国佬这么笨的 想不笑都不行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like 追踪私下订阅 科金看广告 可以说加入会员和Patreon 代表我天娜 需要大家的支持 也希望请代表一杯咖啡 拜拜 喂 喂 喂 是不是一人不收声啊 这里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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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联想频道 兵 都傻傻的啊 都玩电话